我们关注的是在中国全年经济最受瞩目的青年失业率 这次中国不盖牌了 它公布了2023年经济数据 GDP成长5.2% 但是内部的需求动能拉不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所公布的202312月失业率 全国城镇是5.1% 之前盖牌半年的青年失业率重新现身 但是那是因为中国官方改变了统计方式 它排除了16岁到20岁青年里面将近三分之二 带6000多万的在学人口 然后一周工作一天就算是就业 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即使如此中国现在的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4.9% 那么25到29岁6.1% 30到59岁3.9% 我们看到的是16到24岁是各组别当中最高的 相对的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的出生率 连续7年下降 现在人口呢比起去年少了208万人 比去年减少的人数呢是两倍之多 随着舒缓放松的音乐 80多名寻找爱情的未婚男女 在上海这间爵士酒吧内 参加化妆晚会形式的联谊活动 期盼能尽快实现结婚与养育后代的心愿 因为我自己算过 如果说我今年脱单 然后在备孕 我最早当爹也要35岁以后了 对然后就耽误了一代人吧 这场联谊活动针对的是35岁以下 大陆顶尖大学毕业的高阶白领 然而就连这些在大陆社会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胜利组 在面对婚姻家庭与生育问题上 也是一样的头痛 认为当前政府所提出的住房补贴 税费减免等鼓励婚育政策 效用不张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策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并没有切实的关心到 年轻人真正的真实的需求 其实比如说现实的生活压力 房价呀还有工作呀 还有他的这个学历不断的提升 其实也在延迟他的婚育年龄 这种找对象男结婚晚 甚至主动或被动放弃生育的社会现象 让中国大陆的出生率连续7年下降 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 这个数字也只到2016年的一半 此外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也更加恶化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 2023年底中国总人口 比前一年少了208万人 减少的数字不但翻了一倍以上 还是连续第二年生不如死 分析坦言创历史新低的千分之六点三九出生率 以及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提升 都是去年人口大幅下降的主因 多数民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或者担忧 我觉得其实人口减少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必然性 就是大家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提高 就会导致大家不愿意去承担生孩子的一个压力和负担 尽管以开发国家的生育率普遍来说比非洲或南美洲等开发中国家要低 但透过适合的移民政策 社会福利以及养老照顾 仍然能维持国家的生产力 但同样的人口减少问题放在中国 可能产生的效应恐怕大不相同 因为不能否认的是 中国经济趋缓已经成为现实 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减速 曾经的经济火车头房地产去年几乎跌了一整年 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9.6% 全年商品房销售额减少6.5% 不论供需都在萎缩 分析师坦言在市场信心不足 以及多数房地产企业需要把库存房屋 换现金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房价跌势短期还看不到头 至于遭北京当局盖牌将近半年的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 在统计局最新发表的数据中终于再度现身 并且从去年6月的21.3%降低到去年12月的14.9% 但这个数字是扣除该年龄层总数三分之二 大约6200万再选人口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官方这样解释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兼职工作 这算不包含在校学生的分年龄组失业率 有利于更准确反应进入社会的青年的就业失业情况 官方还新增公布2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 去年12月为6.1% 官方说明这个年龄段是完成学业进入职场的主要年龄段 但统计数据同样排除就学人口 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没有改变 每周只要工作超过一小时就算就业的统计方法 今年就业失业状况高估和低估都会影响就业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最新的GDP成长率虽然来到5.2% 比2022年的3%要高 但考量到2022年全年因为疫情封城所带来的超低激起 民众对经济数字上的复苏几乎无感 不是我们想单身 而是这个城市结构经济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年轻一代来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能都很辛苦 至于成家或者下一代只能看大环境给不给机会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